前不久,美国行政当局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引起中国各界强烈反对。 12月6日,记者在北京采访多位外国专家,他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行为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应予以反对。 专家认为,美国近年来频频针对中国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阻碍中国的发展。 我认为,美国通过这个法律来阻碍中国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领域。 我认为,美国通过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它在全球霸主地位的一个绝望之举。 美国的目的实际上现在很明确了。 我们都关注到,在过去几年里,当美国能够非常稳固地保持在全球的霸权的时候,实际上中美关系是没有这么多问题的。 而随着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不断地提高,因此他们处于地缘政治的目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些相应的对抗中国的办法来阻碍中国的发展。 不过,专家也表示,所谓涉港法案其实并不会对香港局势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不会对香港局势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在拉美国家实际上是经常面对美国政府通过的这种具有司法长臂管辖性质的这种针对我们这些国家的法案。 但是呢,这实际上就是严重体现了美国对于他国主权的一个干涉。 但是我们认为呢,这个法案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宣言性质的干涉。 如果没有强制执行的司法效力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是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法律影响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